OK 这个板的清气过来了 Skate Banana 没见过 这个已经被 还喷了漆是不是 你上面 看着那个United State 对对对 我以前我以前见过 当时当时都流行花板 你跟阿东都是板上特别花的那种 看着这上面有硬点 这是你第几块板这是 这是当时第3 第2块 你看Skate Banana它到这边它就没有刃了 它就没有刃了 对 这个板已经废了 但是这块板创造过 我的个人纪录是126公里 你这种没有 挂刃的 你划快的时候只有从这 到这是碰雪的 其实它前面去 飞起来了 都是起飞的 但是这个板的话 好处就是它板底还挺带造的 是 不准蒙蒙打垃 它也不会棉 对 像那些什么carat 什么 Risha你到底多少块板 这个是哪一块 这里这里断起来的 哦 哇 这是柴 butter的 断了 从这里裂开的 看不出来 这里已经修过了 但是呢 它的核心已经断掉了 对 真造反啊今天 Burton Burton Custom X 好帅 这板很贵吧 Risha估计想卖这边 这块板 有人想要吗 有人想要吗 打个广告 高手加持过的板 然后这个 Defendant of Awesomeness Copy它的 对 OK 大家来看这几块板 人想跟我说说 基本上从这个位置 你就能看出这几块板 他们的设计理念是不一样的 嗯 你看这个Burton的 它的板要从这开始 提前加厚的 前面是比较薄的 所以就是从你的 有效边认起 它这个板会突然变得很软 就是比较有弹性 还有中间呢相当厚实 你看 正常 这是同一长度的 这有什么用处呢 就是你滑行的时候 如果说是要这种形状的 核心的话 它基本上 滑得快的时候不会抖 然后这一块都明显会抖 很厉害 因为呢 它的 它的有效边认是直接从这慢慢上去的 哇 所以它这一块就是 就是个大Rocker 哦 这种板就是Playful一点 对 平时是不着雪的 嗯 所以为什么会踩断它呢 因为它这个地方太薄了 嗯 对 就是挺软的 如果说你体重 体重过大的 这个在这里这里宽 然后这个到 这里是慢慢慢慢变斩 对 体重过大的话 你固定器给它的一个点的施压太大 但是从固定器那个位置开始折断的 你看这里已经 之前是修过了 对 之前是整个都爆开了 哼 哼 但是这块板也挺好玩 因为它是宽板 所以刻滑可以 可以躺下去 等一下这个板 我知道这个Biting很贵 你跟我说这个板多少钱 这个板 这个板 看看 Burton的Family Tree Burton Mystery Burton Mystery 大家猜一下这个板要多少钱 他们应该都知道 是吗 这个板 多少钱 2000 24 是吧 差不多 你可以去再查一下 对 光板就要2400 丧心病狂 然后再加上这个Biting500多 嗯 这个不是我的 Risha真土豪 不是我的 对 不过这个板头很长啊 对 它是一个 Directional的 All Mountain的Family 但也是一个大Camber 非常轻 对 非常轻 刚才我把整个板拿起来 基本上跟这些板 没有Biting的时候 的重量是差不多太多 这个Biting的核心是你们家碳粉的 哇 整个塑料都是碳 哇 太狠 太狠 碳粉底座应该是 对 所以说啊 这个有些人 虽然说了 这个技术很重要 但是如果说你们有一个好的装备的话 你有再好的技术 真的也好不好 哇 它这个中间是空心的 看见没有 我刚没有注意 难怪这个这么轻 果然是土豪的土豪用具 楼上还有板 你这板这么多 你到底多少块板 18片 还有几片再点一下 哇 18块板 18块单板 我这辈子还没 我这辈子双板和单板加起来 双板啊 双板是两条板 车上还有4片 双板算两条板 然后我觉得我加起来 加起来也没买过这么多板 好 谢谢大家